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滑石是一种柔软滑腻的实质矿物 滑车又称为滑轮 是一种助力的器械 滑也可用于人的虚幅不实或投机取巧 如叫滑 滑头 滑也是姓氏 如明朝有名医叫华寿 也是地名 现在的河南省有华 华的第二个读音是古 歌舞古三声古 古是扰乱的意思 我语尽于有 则不如至不仁以古其中 意思是不如在中间做些不仁的事去扰乱它 而古古则是泉水涌流的样子 古迹本是一种转住土酒的器具 近日留酒不止 因此一个人如果言语动作诙谐有趣 就像古迹吐酒一样 不会说不出来 便叫古迹 又因为古是扰乱的意思 迹是童的意思 一个口才便宁的人 常能说非成事扰乱同意的 也叫做古迹 只是古迹一词 现在多已读成华迹 如感念古迹反而不习惯了 但它的本意 我们还是应该明了才对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华字属水部 从古 而古是由寡的省文和肉合成的 像古个隆起之形 所以书写时应该注意下面是肉 而不是月 请您特别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的